缴纳社保却发现自己已被死亡 骗走抚恤金的神秘人居然是她丈夫 编造死亡骗局 只因报复妻子 隐匿行踪前逃 只为逃离丈夫 相识二十载 究竟是谁辜负了婚姻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被死亡的妻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两个人能走到一起成立家庭 共同生活 那都是特别有缘分的事 平日里半半嘴 有些小矛盾 那也是很平常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却不是这样 他们这婚姻可能是一场噩梦 在深圳的一家灯泡制造厂里头 有一名中年女工 她叫潘永娟 她一个人独自带着三个儿女在深圳生活 日子也算是平平静静 但是在她无法察觉的城市一角 发生了一件与她性命攸关的事情 2016年11月27号 有个人走进了深圳当地的社保大厅 她拿出了一份潘永娟的死亡证明 以及相关的全部证件 她领走了潘永娟的丧葬费和死亡抚恤金 11万多元 然后消失在人海中 潘永娟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死亡了 直到事发一个月后 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才被她发现 当时她就职的这个灯泡制造厂 准备为她缴纳社保 又是突然查诀书有异样了 这让文讯赶来的潘永娟觉得十分荒谬 而社保局的工的人员 面对活人生的潘永娟也感到困惑不解 好端端的一大活人怎么就被死亡了呢 那天露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说起这个人潘永娟心里头有了预感 他开始脸色发白浑身发抖 果然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后来他说是梁彪 我都知道是他了 梁彪是谁 不是别人 竟然就是潘永娟的丈夫 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高州市南唐镇蓝天村 警察顺利地逮捕了梁彪 从蓝天村压解梁彪回深圳 路途遥远需要七个小时 加上连日的躲避 梁彪已经是心力较脆了 在路上他透露出了自个儿的动机 说不要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 然后他可能他当时一提起这个潘永娟 他又气愤了 那个女人跟别人跑了 害他这样子 然后他就为了报复他 才去骗了这个社保的钱 他在深圳有房产 而且有好几个铺面吧 并不是说纯粹的为了金钱才实施的诈骗 不是为钱 是为了报复 可是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 能够让一个人想伪造另个人的死亡呢 您看这俩口子 既不住在一起互相也不通信 而且关系还不好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2017年年底 案件开庭审理了 梁彪再次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2017年10月8号 在深圳市保安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 针对这起骗保案的审判正在进行 这也是梁彪第一次正式露面 这是个身材瘦小的中年人 但是刚一露面 梁彪就突然反口了 说自个儿根本就没做过骗保的事 梁彪为什么要失口否认呢 为了全面认识一下他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梁彪的个人情况 他今年55岁 是广东省深圳市人 检方之所以确定 他是骗保案的嫌疑人 是因为这笔钱 是以王妻丈夫的名义 被领走的 留下的个人签名是梁彪 而且根据受骗单位 社保局出示的转账记录 被骗取的社保金 也转到了梁彪名下的银行卡当中 可以说正绩率那是非常完整 但是梁彪的抗辩理由是这样 梁彪表示伪造证件 领走妻子抚恤金的人 根本就不是他 那那人是谁呀 是妻子的出口对象 梁彪说干这个事的人叫戴隋 戴隋呢 曾经是自个儿出租房屋当中的一个房客 为了严谨起见 法官需要对梁彪提到的这个情况进行调查 于是法官要求调取案发当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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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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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同意 最后梁彪就跟大哥商量 希望能够以防抵钱 也就是因为这一套房 兄弟两个大大出手 还有这事啊 但是潘永娟表示 兄弟不合是真的 但受伤这事 梁彪夸大了 不是哥哥的责任 不论真相如何 但是在梁彪看来 自个儿的身心 都被哥哥严重伤害了 而且妻子还帮哥哥说话 简直就让他无法接受 而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听到 革命邻居的一对小夫妻啊 竟然拿妻子开玩笑 林居并没有说 潘永娟怎么了 可是这句话 突然就引发了 梁彪的心魔 梁彪觉得 邻居的妻子竟然如此厌恶 与潘永娟做比较 这不就暗示 潘永娟可能在外头有外遇吗 外遇对象是谁呀 妻子平日里 与大哥来往甚密 好像十分投机 很可能这外遇对象 就是大哥 跟着 没说 他什么都没有 我可以就冒养 他优优独立了 我可以这样子 就冒养了 他说 轻松还 有了 你 这个时候 我可以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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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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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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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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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吹到我一个游戏怎么丑那种 我说我配女性也要多了 怎么可能配不到你要什么 其实这种冷漠 苛刻和贬低 也是婚姻当中所存在的一种暴力 它会让被贬低的一方惶恐不安 无法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 在惶惶不安当中 派永娟觉得丈夫越来越挑剔 而梁彪见妻子诚惶诚恐 越发认定了自个儿的猜测 觉得妻子这是心里头有鬼 在责骂和忍耐当中 派永娟和梁彪的第三个孩子出生 但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 在梁彪的这种扭曲的心态下 这孩子从一出生就不受父亲欢迎 那时候的小孩一叫我妈妈 他变成大 老公子大 不可以的小孩叫我妈妈 要叫我阿姨 我说都是我生而来的 那时候我就怕了嘛 那时候妈妈妈妈就不要掉了 用针 挑手机那种 还有柜石头 还有一半个按桨 우�平安你 burner 好多 什么花样都耍出来 你也像那一代一样 我根本就不敢跟自己同学出去玩 一出去玩就打了 这是什么呀 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家庭暴力了 最小的女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已经十几岁了 而她已经在这样的家里头待了少说十年 可能看到这儿人们往往会问一句 为什么做母亲没有想过带着孩子离开呢 为什么身边的人没有发现这个家庭的异常呢 孩子们表示那是因为父亲在人前人后有两副面孔 她就像许多年前要让妻子出面赶走客人一样 靠面子会演戏 她屁股在家里面好好的 在家里面好好的 屁股妈说小儿还好好的 妈说小儿要什么发生的 但是关起门来呢 梁彪是什么样的 只有她的妻子和孩子们知道了 甚至就连梁彪最疼爱的儿子 也对母亲和妹妹的遭遇十分心疼 我看到她脱鞋出我妈的脸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妈受伤多一去 然后不管她干什么 我都跟她做对 儿子在一天天长大 对于父亲的憎恶与日俱增 2015年5月的一天 这个家出事了 这天梁彪喝完酒回到家中 突然开始殴打潘永娟 而此时正在卧室里头玩电脑的儿子 听到母亲的哭喊之后 冲到了客厅 孩子看到她一棍子敲过去 我在立马上在那里阻止 我就跟她说 你在打人是枪 他还是打 不很松手那种 我就一棍子敲过去 最终在潘永娟和孩子们的反抗之下 他们挣脱了两标 潘永娟以前总觉得孩子还小 为了孩子 他不能离开这个家 而这一次 已经长成少年的孩子们 给了母亲勇气 他们选择和母亲一起离开老家 前往深圳打工 那段时间 潘永娟打工养活孩子们 孩子们陪伴在母亲的身边 他们在相互陪伴当中 舔是伤口 但回顾过去 依然有着浓厚的心理意义 孩子们也发现 他们无法像同龄人一样 憧憬着爱情和婚姻 母亲的婚姻失败 原生家庭的阴影 给每个人造成的伤害 都是巨大的 其实真正有错的人 显然不是他们 而是梁彪 那么梁彪面对妻子和孩子的出走 又会作何表示呢 他的怒气和怨气 究竟是怎么发展到 想要让妻子死亡的 他又是怎么操作 妻子死亡的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 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 潘永娟和孩子们 为了逃避梁彪的家庭暴力 选择出逃深圳 希望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 可是始作俑者梁彪 并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悔意 他在暴怒之下 开始不断地骚扰妻子和孩子们 发送各种辱骂信息 打骚扰电话 潘永娟不堪忍受梁彪的骚扰 选择了更换手机号码 并也向所有的亲戚朋友 隐藏行踪 这样一来 梁彪彪彻底跟妻子和孩子们 失联了 恼羞成怒之下 梁彪想到了一个报复计划 决定要溢出心中的怨气 我闻到那个条签那里 写个证明 我说我的老婆死了 取消这个户口 退会的工作人员 知道梁彪和潘永娟是夫妻 就相信了梁彪的话 然后梁彪就拿着死亡证明 来到了潘永娟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注销了妻子的户口 现在的 再调查车 早则 跃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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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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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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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潘永娟的应对是什么呢 他念在和梁彪夫妻一场的份上 不打算追究梁彪的责任 他偷偷地恢复了自己的户口 打算稀释宁人 可是潘永娟的包容 助长了梁彪的气焰 更可怕的事情来了 梁彪再次铤而走险 他花钱找人 伪造了妻子的死亡证明 骗取了奢保金 为了报复潘永娟 梁彪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他在办理假手续之前 曾经来到社保局踩点 了解怎么领取这笔钱 需要办什么样的手续该怎么办 他深知这些钱 要视死者家属的具体情况而定 为了能够多拿钱 他声称自己要独自一人 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 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口说无凭 他还提交了潘永娟的死亡证明 遗体火化证明 供养关系证明 亲属关系证明书 这些书面证明材料 把妻子死亡的事实 以及各种亲属关系公证书的证据 造的是确凿可信 最终才一共领取到了 11万多元的社保金 当时是因为他那个公证处 开具的那个公证书里面 也有就是也有写清楚 他们两个的关系 是夫妻关系 所以那个手续来说 是是那个完整的 就是也觉得不像是那个 什么弄假资料的 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 梁彪有两个人的结婚证 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到 丈夫还能对妻子干出这种事 直到骗局被揭发的时候 工作人员才发现 梁彪提供的这个证明书 那是有诈的 梁彪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非法行径 他表示自个儿一开始是为了报复 为了泄愤 但是内心深处也有点想把妻子和孩子们 逼到山穷水尽 好让他们继续回到自个儿身边的意思 但是到了这一步 被他伤的遍体 临伤的妻子跟孩子们 再也不愿意回头了 到了这一步 总算是有点一别两宽的意思了 只是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梁彪是个特别极端的人 他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巨婴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的这些奇怪的语言方式 就像一个用哭闹和闯祸 来吸引父母注意的孩子 这样的人进入婚姻 无疑只会给家庭 给家人带来悲剧 再说说大家对于家务事的理解吧 出于对于婚姻关系的认可和期待 很多行为似乎只要有了婚姻的保护色 就可以使人放松警惕 模糊边界 就说前不久 在广西 有个年轻姑娘在公交车上被人侵犯 视频传出来之后 大家很关注 后来警方前去调查 发了通告 说侵犯她的人 跟她有事实婚姻关系 并且还生了个孩子 结果调查结果一出来 很多网友留言了 其中有一条留言说 就算是有事实婚姻 女性就该被这样对待 是的 无论有没有婚姻关系 每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益 是一致的 都不应该受到身体和尊严上的伤害 婚姻不应该成为遮羞布和保护伞 也不应该成为选择执法和懒证的借口 值得庆幸的是 潘永娟最终明白了这一点 带着孩子们勇敢地结束了曾经的噩梦 希望我们的法律和社会能够保护他们 最后再给孩子们一点建议 这个父亲有点不成器 但是他是他 你们是你们 不要因为他而恐惧 更不要因为他而自卑 勇敢地走出他的阴影 去成为一个对家庭 对社会负责 去尊重和爱护你们 伴侣的人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雷露方式告诉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